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2月10日 逃兵醫護工會上星期罷工令到天怒人悅、市民鬧爆 結果放棄罷工 但今次罷工已令到很多病人的權益受到影響 可惜醫管局竟然無動於衝無意追討逃兵醫護 在此時有建制派挺春而出決定追討逃兵醫護 究竟他是誰?他又準備出甚麼招? 他的招招會否令這群逃兵醫護走上末路呢? 在開始前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這裡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將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之前醫管局員工陣線連續罷工5天 期間很多病人的權益都受到影響 例如一些深切治療部的嬰兒室 竟然因為他們的罷工出現 一個護士要對22個嬰兒 亦有些因為放射師、技師的部門 因為很多人罷工的關係要暫停 期間很多老人家、嬰兒、病人的權益受到影響 拿藥又會遲了 原本安排的手術又要延遲 有些甚至造成實質上健康的傷害 但我記得看見醫管局這兩天罷工後 他的表示好像無意追究這群逃兵醫護 最可惡的是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蒂江 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 我昨天也播過不再重複 他竟然好像幫這群逃兵醫護想了藉口 如果這群逃兵醫護告訴他 其實他那天不是罷工 其實他有另外一些原因為何缺勤 便可以著情對他們妄開一面 但如果理醫管局決定對這些逃兵醫護妄開一面 試問我們病人的權益又是誰來維護呢 這時候有一位建制派決定挺身而出 為這群病人追討逃兵醫護 這是誰呢 現任立法會議員身兼行政會議的葉劉淑儀女士 他準備出兩招 究竟是哪兩招呢 第一招呢 其實他在交開者機率會說了 他準備向醫管局員工陣線進行民事索償 當然要進行民事索償 他一定要受害人才行 所以他的意思是 他的新聞黨會提供一些法律支援 給一些受影響的病人 向這個工會提出民事索償 你可能會問為何提出民事索償是向這個工會 而不是向那些罷工的逃兵醫護 逐個去索償 例如我在嬰兒的心肢治療部 我便向那些在那裡工作的逃兵醫護去索償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做民事索償有幾個大原則 第一我們通常殺償的人 我們要清楚能夠認識到是誰 第二就是要確保他的行為 是直接令到你作出損害 這才會是一個民事索償的原則 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我們通常會向所謂的 Deep pocket的人去動手 即是告過有錢的 因為他本身沒有錢的話 他連賠償都賠償不到給你 那又有甚麼意思呢 所以其實這個基本局員工陣線 他在整個過程中 他是一個發起人 發起罷工 煽動逃兵醫護去參與罷工 所以他們是最適合被追討的 以及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最重要的是他們準備成立一個基金 這班職工盟旗下的工會 很多時候都是透過這種方法 有些社會議題炒熱後 透過大眾對某些 樓工階層的可憐 成立一些基金向他們無捐 所以他們是會有錢的 就算他們沒有錢 因為他們是職工盟旗下的工會 如果是索償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的組織是怎樣 總之他們這個機構 是比較容易有機會 追討得到實質的金錢 其實除了追討是立即為病人 維護他們的權益的話 其實這次我覺得這個重大的意義 也是一個阻嚇的作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 護士協會即是護士協會 其實他準備明天表決是否延續罷工 再次發動罷工 李國倫 即是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他已經出來說了這位黃絲的議員 所以 這個舉動 其實無疑是未為未來的罷工 造成一個阻嚇 即是已經阻礙未來的罷工 因為未來這個工會 他也會想 如果他們會民事索償的話 我也要想清楚是否真的要做這一步 昨天的記者招待會之中 有些媒體問了一些低邊問題 他就問葉劉淑儀 你這樣做會不會是秋後算賬 第一 如果是秋後算賬的話 其實我知道 大家在兩天前 在我的留言中 很多市民 很多網民都表示 是贊成這個秋後算賬的 第二 現在不是醫管局 不是政府去秋後算賬 現在是病人的權益受到影響 他們決定透過法庭 為自己的權益作出追討 這不是秋後算賬 這是合理保障自己的權益 所以我們也看到香港的媒體 他們的質素 是挺低的 問這些白痴問題 所以我經常叫別人 為何要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是媒體很多時候 不說的話 我們便會告訴大家 除了民事殺償的第一招之外 第二招其實基本上昨天也說過 就是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基本法第27條雖然保障香港市民 擁有罷工及成立公會的權利 但這個權利絕對不是絕對 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5條 第一款他列明 是當局正式宣布緊急狀態 而該緊急狀態危及割本 卻在此種危急情勢絕對必要之限度下 採取減免履行人權法案的措施 但採取此措施必須按照法律而行 他的意思是當香港市民的生存受到威脅時 罷工的權利或是在人權法內的權利 是可以依法受到限制的 所以這次葉劉 建制派新民黨出來採取這些招數 我們很多男人的支持也感到非常鼓舞 我知道大半年來有很多男人的支持者不單對於我們政府 即使對於建制派也是相當失望的 建制派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沒有做過事 就算做事也好像不能阻止 這大半年的暴亂或煩修例的運動 但我覺得建制派過往的表現的確令人失望 但我們要搞清楚立法會議員的功效是甚麼 很多人以為立法會是否投票 但如果只是投票的話 為何要選你某一個人進去呢 其實任何人只要他拿著建制派 只要這樣投票的話 如果大家認為立法會議員的功效是甚麼 我認為立法會議員更重要的功效是兩點 第一就是要在文宣和輿論戰上 和反對派要周旋 為甚麼 議員應該叫做議員 議即是議政的意思 所以如果一群立法會議員被選進去的時候 很可謂的例子、甚麼都不說、甚麼都不發聲的話 那要你來做甚麼呢 議員要以政、說話 這就是有很多建制派議員做得更好的地方 第二就是做政府和官方機構 即是不做的事 這次業態是一個正好的例子 醫管局對這件事愛你不理 陳肇始的食衛局局長只懂得哭 特區政府面對這些情況好像束手無策 還是不願意做 所以在這時有建制政黨利用他的公權力 資源和民意給他們授權 去做這些工作 其實是適合不過 所以在9月的立法會有更多敢作敢為 敢說話的立法會議員 代表建制派進入議會做事 所以在這裏公開呼籲 新聞黨葉劉淑儀希望在上星期罷工期間受到影響的病人 他自己的權益可能是拿藥遲 某些手術要延遲 或者他的治療得不到完全好的照料的話 他們也會幫大家研究是否有民事索償的空間 大家記得打電話是3972-3187 3972-3187 給謝小姐 告訴他你有甚麼權益 如何受到罷工和逃兵醫護的影響 今天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這裡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將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丽 YouTube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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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